我们在讲主要就是讲解一下关于MySoccer当中慢查询它的一个日子的一个配置 关于慢查询的一个日子 我们在上讲当中实际上已经给大家讲解过如何启动这个慢查询 那么我们启动慢查询它是通过我们安全模式去启动的 我们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主要就是通过配置的方式去配置我们慢查询的一个日子 如何去配置呢 首先我们了解 我们要配置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是在我们的MySoccer一个安装目录下面我们去配置一下 然后找到MySoccer然后这里面有个my.ni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文件 我们打开 打开之后这里面需要我们配置的几个项 第一项是我们要配置我们的MySoccer的一个慢查询 它的一个日子的一个存放的一个路径 那么我们可以在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我配置写上 这个就是logo slow queries 这个logos slow queries的话它实际上就是告诉你 我们现在这个MySoccer一个慢查询它的一个目录 那么这个目录的话我们可以随便写一个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我可以选择一个 这个目录一定是一个已经存在这个目录比如说我们该存在 D盘当中 那么我们该存在D盘当中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给它写上 比如说这个D盘 然后比如说是叫MySoccer 可以叫MySoccer 然后比如说这个叫Slow logo 这个名字是自己定义的 然后它是以后缀名结尾 就是以log的后缀名结尾 那我们要去创建这样的一个目录 就是我们要既然去创建比如说在D盘当中我要去创建一个MySoccer的一个目录 然后创建好之后 这里面已经创建好了是吧 之前已经有我把之前的这个删掉 删掉之后重新再创建一下 然后这里面我们再创建一个MySoccer 然后创建了一个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叫Slow.log 是吧 这个Slow.log 当然这里面是Slow.log是大小 创建了一个文件 然后Slow.log 在这个文件里面什么都没有 之前我们打开我们看一下它什么都没有的 那么这一个文件的话它主要就是来记录我们 MySoccer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日证 需要注意点呢就是 这一个MySoccer这个文件夹就是你的一个 日证文件的一个文件夹需要更改它的一个 读写方式 这个读写方式的话我们最好就来添加一个 F1的一个权限 就是每一个用户包括我们MySoccer一个用户 也能对这个文件进行一个修改 咱们找一下找 Everyone 然后把它的一个权限给它改成完全控制 改成完全控制之后那么我们这个MySoccer这个用户的话 那么它是实际上是可以对这一个文件进行一个修改的 我们现在看到它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内容的 好这个我们配置好之后我们再进行后面的这个配置我们后面这个配置的话 第二个配置是 慢查询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慢查询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给它配置成比如说是 配置成一秒 最后还有一个配置 这个是log log querylust useindex 这一个的话它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的 查询当中没有使用到我们的一个所有的话 那么它也会进入到这条说回语句 这里面是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先可以把这一个先给它拷备一下我们现在实现它的效果 由于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对我们的my.unid的一个配置所以我们最好 先去重启一下我们的mysocker 我们把mysocker先给它 停掉停掉之后再给它开启一下 好开启之后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一个mysocker一个连接扣端 这里面我们输入我们的密码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库 小company小databases 这里面我们用的是 我们现在用的是我们的一个company这个数据库 使用这个company数据库使用之后我们来 查询一下关于我们这里面compromise里面的一个amplice这张表 这张表里面这个数据库应该是比较多的 在新浮浪 我们p s 这里面这个数据是比较多的 我们在这里面去查询一下 因为这个查询它显示的这个 数字比较慢我们就直接在我们的一个 第3方的一个连接工具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查询一下 先进一个查询 然后写上 select 行from我们的一个amplice 然后运一下 这里面运行之后 那么它的一个耗时是 1.904秒 这个1.904秒的话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一个 慢查询的一个设置时间 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 这个shower logo 当中我们去打开看一下 这里面都已经显示出来了 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操作 这个就是我们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 这个日子记录来是根据我们自己 设定的一个文件的一个目录 然后去记录的 这里面就会显示出 它这个时间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第一次查询的时候 是花了1.904秒 你看我们第2次在查询的时候 它是0秒 我们再查询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查询的是 where 我们的一个 np number 比如我们这一个设定的一个 是 99997 我们采用这条数据记录 我们来看一下 采用这条数据记录 它的一个时间 它是0.50秒 我们再查询一下 它是0.01秒 我们再查询一下 还是0.01秒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在MySoccer当中 如果说你上一次查询和 当前这一次查询 它的一个Soccer的一个 语句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面这个完全一致 包括这个大小写 它都完全一致的情况下 它会认为是上一条Soccer语句的一个重复 因为这个查询的话 它的一个数据是 有一定缓存的 那么你下次查询的时候 它就把 缓存的这个数据 发给你 发给你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 缩短你的一个查询时间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 第二次相同的一个Soccer语句 第二次查询往往比第一次的时间 要短很多 就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慢查询 那么这个慢查询 我们 查询出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里面 就是我们刚才所设计的这个查询 在这个查询里面 它就会记录了 超过我们预定的这个时间的一些Soccer语句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再查询一下 比如说我们再查询 比如我们可以 Limit 比如说是 100001 然后我们查询1000条数据记录 这里面 它的一个数据记录实际上是比较 短的 0.232秒 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一个 慢查询 它的一个配置 那么我们现在拿到了这一个慢查询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一个MySoccer的一个慢查询 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Soccer的一个记录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这个慢查询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后面所讲的 关于 我们如何优化我们的一个MySoccer 总结下我们这两小节 我们这讲的话 实际上主要就是讲解了 关于在我们这个配置文件当中 如何做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的话就包括我们 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 这里面就是我们 文件的一个存放的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我们可以自己定义 自己定义好之后 那么需要去设置 它的一个 读写的一个权限 另外一个就是要设置 它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时间 这个慢查询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个统一配置 比如我们都给它设定成一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 这一个叫 Local Querus Later Use 这一个的话 即使 说你的说个语句 比如我采用这张表 那么 查询之后 它的一个时间是没超过我们这个慢查询的一个 设置时间 但是呢 因为这张表里面没有用索引 你没有用索引的话 那么慢查询它实际上也是会记录的 比如我们 现在去把 这张表我们给它删掉 我们去给它改一下 我们把它这个 组件给改了 我们在这里面去 改一下这个组件 然后把这个 打开 设计这个表 我们设计这个表 从把这个组件给它删掉 删掉这我们再保存一下 现在这个表它实际上是没有组件的一个所以 那么没有组件所以的时候比如我们现在再查询一下比如我们查询的是 select sif from 我们的一个amples 然后where emp number 比如等于 1000 1 你看我们这个查询的话 虽然说它只用了0.270秒 但是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刚刚这个查询 它会不会记录到我们的那个mysrog当中 我们来找到 刚才的这一个 小log 这里面它也会记录 就是where emp number 0100001 虽然这个查询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查询时间 query time 是0.001 它没有超过 我们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时间 但是呢 因为这个查询 是我们没有使用所有的 这个时候的一个查询 那么它也会 记录到我们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当中 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一个mysrog 它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 配置 最后一个呢 就是建议我们在使用慢查询的时候 那么我们慢查询的这个时间 最要设置在5到10秒之间 那么当然呢 这个情况呢 可以由自己去根据我们实际的情况 去给它一个设定 好这就是我们这讲所讲的主要内容 留意 等一下 然后我们下评